另外一个德国企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这是大陆抓间谍 大陆国家安全部其实三不五十 就发布很多很多的讯息 那个讯息其实我觉得都 有点像写剧本 但当然很多事情试涉国家机密 不能太清楚地写出来 其中这个还蛮特别 过去发布的间谍讯息 大家都是跟军方有关 这个是间谍盯上了中国高铁 说时间是2020年底 中国大陆国内有个信息科技公司 接到了境外商业的委托 说当时什么疫情爆发等等 他们需要一些中国铁路的信号资料 那其中很细包括物联网 什么蜂窝跟铁路移动通信的 专网信号等等 当然中间会有些金钱交易 这个境外公司是个长期客户 也包括境外间谍情报机构 还有国防军事单位政府部门等等 后来查获 这个公司大概一个月非法采集的资料量 高达500G 那目前这个间谍已经抓到 也已经扶手认罪了 所以委员怎么看 先来讲一下德国 德国也是恶物战争的产物 因为德国带来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使得德国的汽车零组件 已经失去了价格跟市场的竞争力 相对的福斯汽车公司或者叫大众 两个是一样一个音域一个异议 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规模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而且在中国的销量非常大 产生的结果就是说 如果要采购零组件 我直接从中国买就好了 如果要组装 我在中国组装晚再运回来 米奇史克我什么7%的关税 搞不好还更便宜 9% 10%的关税还会更便宜 那福斯公司就在于 德国市场上面的汽车订单不足 再加上成本高涨 它的财务恶化 如果一个公司财务恶化 通常连英特尔都要主张什么 要主张财源 要主张减薪 要主张卖工厂 所以福斯大众汽车面对这个处境 真的很不得已的 那谁搞出来 不是说你消枝搞出来的吗 你干嘛去弄那个什么 俄乌战争这样一弄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德国通货膨胀 中国大陆是通货紧缩 很多人把中国大陆通货紧缩 物价都不涨 物价不涨就是粮食也便宜 薪资也不太容易涨 然后这个表示说 你福斯汽车在中国生产的东西 能源价格也便宜 零组件价格也便宜 工资也便宜 对工资主张都便宜 那就有竞争力了嘛 那你还有什么好话说的 所以会不会哪一天 大众汽车变成中国公司 我一点都不压抑 另外这个间谍呢 间谍是锁定了中国高铁 为什么 基本上美国欧洲有很多人 大概两年前吧 中国也破货了一些什么上路雇用公司 专门在帮美国收集情报 那收集高铁 基本上中国现在最骄傲的是高铁 可是美国人最想破坏的也是高铁 因为如果说中美之间有武力冲突的话 他们盯上的就是中国的交通系统跟银行系统 交通系统的资讯系统如果被破坏的话 那很显然在中国大陆内部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就像中国的金融系统如果这个网路被破坏的话 也会造成金融的混乱 那这个一桩一桩表示有很多国外的情治机构 研究机构都不断的在中国各个角落里面收集情报 这个收集情报不会只限你所谓政治啊军事的啊 经济上的资料更重要 因为中国体量这么大 要在军事上或者政治上打败中国非常不太容易 那就让你比较重要的系统啊产生瘫痪 那交通系统跟金融系统 电力系统 水力系统 这个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嘛 那他没有能力派飞弹打你 用军队打你 他就用靠网路攻击什么东西攻击 骇客攻击 收集这个目的就是在做骇客资料的分析设计 跟攻击方法的选择 还有这个看了蛮感慨 因为加萨现在断源残壁已经四万多人死亡 然后你说缺水缺电缺食物缺药什么都缺 但是一道光照进来 看了这个新闻又温暖又难过又感动 为什么加萨还有的几道光 是因为他们之前装了中国的那个电斧板 因为中国电斧板大家知道嘛 这个行销全世界 那现在呢只有装光屋顶电斧板的才有照明 所以到了晚上 还是勉强能够找得到路等等 就是靠这些光斧板 在加萨你现在不靠这种太阳能发电的话 你的所有的能源设施大概都被打烂 所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发电 所以这是唯一可以的发电方式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的处境 真的是很让人觉得无奈 那老实说加萨的战争早就应该打完了 以色列早就已经打到他的目的了 那可是问题是以色列要的目的 根本不是他对外宣称的 他真正要的就是要把加萨这些人赶进赶绝 把他们全部赶走 所以国际社会真的能够接受这种状况吗 他现在还在那边到底在干嘛 现在哈马斯已经讲了 谁接近 你只要打到接近我我就把人质干掉 那这是对的吗 就是一定要演变到这种状况吗 你们到底是在救自己的民众 还是在害自己的民众 实际上以色列这几天一直在示威抗议暴动 因为这些家属跟国民也受不了 所以英国突然醒了 英国其实不是突然醒 英国是故意的 然后讲你到现在才说 我暂停30架武器出口许可 就做样子而已嘛 英国就是 我跟讲英国就是一个很假掰的国家 你知道就是你如果真的 这么有人道主义者干嘛 你早就应该停止攻应以色列了 你打到现在都你要结束了 你才故意再讲这几句话 而且他只是这样讲 他真的会这样做吗 那又是两回事 所以我老实讲 光是这个加萨战争 你看清楚西方这些国家 每一个都满口仁义道德 那真的要去扛责任的时候 全部都散得远远了 英国现在就在推卸责任而已 他只是为了将来跟大家讲 我没有一直帮他 我有制裁他 就是这样子而已 给我个记录 你等到人死光你才讲这个有什么用 他是最老牌的政客 对啊 英国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么假掰的一个国家 老实讲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不要期待英国真的会做什么人道主义 真的去帮什么忙 英国就现在 老实讲大英帝国早就没了 现在的英国就是一个靠美国乘饭吃的家伙而已 好所以这个黑暗跟光芒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